婴的眼睛 香的身躯 狮王的威眼 这就是集结了狮王力量的迷你套部队变形机甲 看包装图每一个画的都超级的帅 狮王长了一对金色的琉牙 象王的鼻子全是关节 好像真的能动 婴王这一对狮过大的翅膀 张开后比机甲本体还要高 好像每个都会在看家的本领一样 那就出来亮相让小伙伴们见识一下吧 先来这个在动画中最爱放屁的麦斯象王 包装简洁明了 只有一个本体和一把武器 我天还真让我给猜中了 鼻子动得比手都灵活 一对白象牙应该就是他的防御武器了 手里拿了这把黑色海山斧 才是他真正的火力输输点 凶神恶杀的表情一看就不好惹 你先一边消消气 再来瞧瞧你们队长诗王福乐 我去拿出来才发现 不只是满口金牙 连角质盖都是黄金色的 怪不得能当上队长的 大腿黑简单的弯曲翻折 就是这个角度 咋看着有点像深懒腰的星星呢 还是赶紧变形狮王形态吧 这么看着就霸气了很多 除了插在屁股上的武器 这设计有点非主流啊 虽然你也看还算挺和谐的 诗王的耳朵两边有一对扶手 这还不会和之前的超电机甲系列一样 会有骑成模式吧 看看像王的有没有 好啊 说想多了 但这像王的鼻子摸起来是真血压呀 这哪位大神设计的 武器看伤府也不出意外的 被插在了屁股上 象牙倒是可以左右调整位置 迎击各处的敌人 地上跑得有了 怎么能少得了天上飞的呢 英雍能量剑 哇 英雍的体型明显大了一圈 除了这拉风的大翅膀 硬头下面居然还藏着 兽王星球的标志 队长不应该是狮王福乐吗 而且这家伙身上也是各种的武器装备 手臂 肩甲 连手里拿的英雍功都是可以变形的 这带于到底谁才是主角呀 来吧 变形兽王形态 武器还是插在了屁股上 但人家是可以自由开合的 看着就高挤了不少 哎 忽然发现 小米 麦斯 福乐都有了 我们可爱的露西去哪了 我去 粉粉嫩嫩的露西竟然成了恶王 还有小杰的金刚王和小奥的犀牛王 走 我这就去把他们都买回来 将所有兽王星球上的力量全部集齐 广州 轻水 闻 滑